好創下刚刚看到的是共和党的这一个国会的领袖之一 麦卡尔接受这个美国之音的专访的时候 他说美国对付中国的终极绝招之一 就是承认台湾主权承认台独 麦卡尔他是美国共和党的外交委员会的国会领袖 所以代表着主导性是非常强的 而他这一段的发言里面的重要性在哪里 就是展现了说美国打算抛弃过去40年以来的模糊 再也不模糊了 所以要对付中国他觉得真正给北京最严厉的谴责 最严厉的报告不管是WHO WTO 中国在这段时间造成全世界的伤害 所以就是承认台湾独立的合法性 在法理上给台湾有一个承认再也不模糊 也一次戳破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所建构的历史上的神话彻底的崩解 然后他整个重点里面还特别讲的是说 其实他观察整个中国现在最害怕的不是美国 而是当你面对到全世界真正觉醒 包括欧盟什么都觉醒的时候 他要怕的是中国人民终于醒过来了 而醒过来之后习近平和共产党 你们这样一个统治方式将会受到最严厉最严厉的挑战 而这个时候包含连台湾的这个地位 整个中国建国的神话 中国共产党的神话通通都有一个破灭 然后他其实这里面特别提到 因为麦卡尔在6月12号 他的最终报告还没出来 但是6月12号也是由他主导一个55页的 关于这个COVID-19一个调查 6月12号的时候一个其中报告出来 他就讲了他们的调查是多么的严整 多么的严厉 55页里面第20几页就提到了 其实整个中国从来就没有把病情报告给WHO 就你看他的报告一出来之后WHO马上最近就改口了 证明他们的调查 他们掌握的资讯是多么的仔细 然后呢现在呢 整个习近平整个出了问题 中国说问题在哪里呢 习近平是回到了王朝的时代 而王朝的时代周围就只有那些鹰派 天天只讲他好听的话 想听的话 所以包含连Nawalo也觉得对付中国 包含抖音维系 都要跟莫迪一样继续的杀下去 然后他说习近平现在还有一个恐惧是香港 你看今天香港做一个那个民主派的一个初选的一个东西 60万人都要投票 所以9月的时候其实习近平害怕 香港给你这样子压 你还是会出问题 而且面对这样所有的压力之后呢 其实美国呢 现在还在提出来就是怎么样去 让台湾的这个独立的合法性地位 越来越在法理上 在国际上成全 我们知道台湾旅行法 台北法案啊 然后接下来他们有在讨论的台湾防卫法 还有一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做台湾奖学金法 6月20号什么叫台湾奖学金法 就是每年挑一堆美国国务院的资深官员 来到台湾来台湾学习 一年后呢进入台湾的单位 那个是建构我们两边政府和政府将来的行政官员里面 更紧密更直接更了解的一个沟通 这里面其实都已经是往正常化国家交往里面再走过去了 而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势呢 那中国呢 这个时候呢 你看解放冰报呢 只能又哀哀叫 说他们要亮剑 他们一定要亮剑要怎么样 可是怎么亮剑呢 解放冰有什么能力呢 美国今天又立刻有动作告诉你 今天呢 我们海关演习 刚刚才操演 一操演呢 结果美国这一次又有一架飞机 从巴士海峡直飞往广东去 它叫做E-8C 它是全天候的监控的空中作战指挥平台 它的前身E-8A是在博文战争出来的时候 在高空中一扫下面十万八千平方公里 也就是三个台湾这么大的区域 里面的所有的通讯 包含地面目标的移动 通通被它监控 美国告诉你说 我的军力在这 我的国力在这 所以美国会告诉中国说 你再搞下去的话 终极绝招承认台湾